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菲律宾传之在黄岩岛吃饼后 马克思不服气 当着一众东盟国家的面和中方高层应对 说了一句让整个东盟都十分意外的话 本月11号 第十九届东亚峰会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 此次除去东盟十国外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日本 印度等都同坐谈判桌 就连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都参与其中 中方高层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重点谈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 并期待未来能够与东盟国家继续深化合作 对于外界关注的南海争议问题 中方并没有提及 这也引发了很多外媒的不满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听完中方高层的发言后 直接表示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是不能完全分割的 东盟和中国不能假装在经济方面一切安好 不得不说 马克思这招很毒 这句话算是把话题引到了南海问题上 马克思一开口就把菲律宾先挑起事端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网称 非方船只在南海受到了中国持续的骚扰恐吓 并鼓动东盟国家不能对外部势力的侵略和胁迫行为视而不见 马克思看上去想以中国和东盟的正常经贸合作为筹码 要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菲律宾让步 暗示如果中国不让步的话 菲律宾就继续从中作梗 阻挠中国和东盟的合作 马克思这一态度简直恶劣到无以复加 不用说 马克思之所以如此嚣张 还是因为美国在背后给他撑腰 参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出意外的对华发难 11日当天 布林肯当着18国的面 污蔑中国在南海采取越来越危险和非法的行动 网称 中国的行为伤害了地区人民 违背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 此外 布林肯还誓言美国将继续支持印太地区的所谓航行自由以及飞行自由 可以说 布林肯对南海问题的这番表态 等于在南海问题上又一次重申对菲律宾的承诺 试图协助菲律宾逼中国低头 鼓励马克思继续在南海采取强硬政策 华盛顿的用心可谓十分险恶 根据菲律宾星报消息 12日 马克思宣布他提出的举行南海联合巡逻倡议 已经得到东盟半数成员国支持 但最有意思的是 当被问及究竟有哪些国家支持菲律宾时 马克思就是不愿意透露 马克思这个表态可以说非常让人眼熟了 此前非军总参谋长布劳纳每次叫嚣 非方已经制定了对抗我国海警执法的计划时 也是像马克思一样拒绝透露计划的只言片语 与此同时 菲律宾在南海的劣势也没什么改变 每次非方船只强闯我国南海岛礁时 依旧会被我国海警撵回去 可见马克思和布劳纳所谓的计划 究竟有多少水分 实际上 与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议的 不止菲律宾一个国家 但是上升到武力冲突的只有菲律宾 马克思无非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拉拢东盟伙伴 与菲律宾一起对抗中国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招数 此前 菲律宾政府就多次鼓动越南 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 日前 越南渔民又在中方未允许的情况下 在我国黄沙群岛非法捕捞 被中方依法制止 当时 越南外交部做出了和菲律宾一样的回应 谴责中方执法人员暴力执法 造成多名越南渔民受伤 还声称损害了越南的国家主权 但越南比彻底投美的菲律宾聪明的一点在于 面对美菲的拉拢一直保持着弱吉弱离的姿态 越南从不真正下场站队 一到关键问题上就打太极糊弄过去 除了越南这种妄想捞便宜的国家外 更多的东盟成员国都只是在冷眼旁观 菲律宾的小丑把戏 不出所料 马克思此话一出 现场无人附和 在马克思总统之后发言的其他东盟国家领导人 如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新加坡总理黄勋才 越南总理范明正 居然无一回应菲律宾的一片痴心 不仅完全没有谈到南海相关话题 反而突出强调地区团结和发展 马来西亚外长毫不客气地指出 我们不需要东盟的北约 而印尼媒体更是直截了当地 将亚洲版北约视为对东盟的冒犯 泰国总理佩通坦则表示 在促进地区利益方面 加强东盟的中心地位至关重要 必须努力加强东盟共同体 维护和维持一个强大而团结的东盟 东盟必须在影响该地区及其人民的问题上 采取有原则但不选边站的立场 对于南海问题他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挑衅行为 并创造性地开展合作和平解决争端 其实这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也是第三大外资来源国 多年来双方保持友好合作 搁置了分歧和冲突 照样合作得很好 为彼此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发展机遇 马克思有胆说不和中国做生意 在主权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 但这并不是其他东盟国家想要的 马克思还表示 希望就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一事 加快谈判 非方嘴上催着中国谈 显得自己很积极 但是每次谈完不到几天就反悔 马克思政府已经把菲律宾的信誉 败了个金光 自南海再起争端这一年多以来 东盟从来没有表现出 要为菲律宾诉求出头的意愿 一直声援菲律宾的 反倒是南海之外的西方国家 但这些西方国家对菲律宾的支持 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以美国为例 今年8月 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公开宣称 考虑为菲方的运捕行动提供护航支持 帕帕罗这番嚣张言论 很快得到了菲防长特奥多罗等人的谄媚奉承 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在本届东盟峰会召开期间 8日菲律宾再度派船强闯黄岩岛卫国 被我国海警使用水炮驱离 事件发生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峰会上 对帕帕罗先前的承诺闭口不谈 只反复强调那句非常空洞的 美国承诺维护航行自由 但美国该如何履行承诺 又能为菲律宾做些什么 布林肯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可见这说白了 就是美国再次开出的一张空投支票 布林肯可能忘记了自己并非该地区的当事方 作为域外国家没有资格在东盟峰会上指指点点 这让外界普遍认为布林肯就是来吵架的 他们根本没打算拿出建设性的方案 来解决当前地区关心的经济和贸易问题 因为他们确实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资源和策略 不过中方呢 中方正带着东盟各国完成自贸区3.0谈判 带着地区走向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 一个谋和平发展 一个谋挑拨是非 早已经高下立判 中方不出手 如同已经出手一般 10月11日 半岛电视台在报道东盟峰会时 就直截了当地表示 东盟各国对美国和日本提出的 所谓亚洲版北约根本不感兴趣 人们注意到 东盟国家在相关问题上 一、不接受布林肯的话语引导 二、不回应布林肯的倡议鼓动 三、不理会布林肯的炒作挑事 布林肯的影响力下降之快 让东盟各国媒体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布林肯的那套陈词烂调 东盟不感兴趣 而当事人的小马克思更是无人问津 备受孤立 最近 东盟媒体上出现了一张照片 更加凸显了当前菲律宾的尴尬 在各国首脑打招呼时 小马克思一个人站在大厅中央 无人理会 马克思还是趁早死心 专注本国的发展 才是硬道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